十天见得艳青和姑娘孔珍珠 把胸脯子一把拍得啪啪直响 要给做媒人 一句话出口可把艳青给击坏了 师父哥 这不是开玩笑 你来吧 谁开玩笑的 婚姻大事豈能儿戏啊 我说你凭我的还是凭你的 咱俩谁管谁 当然我得听哥哥拎着了 既然如此少说废话 腿都一爬 这些 人群肝高级 没法插画 十天搬脑子一步了 姑娘 我是他哥 他是我弟 我看着他长大了 所以呢 他对我的言情计通 不管什么事情 我当哥哥的要点了头 他不敢拒绝 我姑娘 是方才你以身相许 你说的那套词我全听见了 不知道是真吗 还是假 我现在重复的问你一句 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大孔真主可吓坏了 扫握着宝剑上下打亮股上早十千 再看看他身后 年轻漂亮的 撒小伙 听说他们什么人呢 从哪来的 干什么呢 心中疑惑不解 这 这 这 你想什么呢 咱们旧事 论事 你到底是愿意 不愿意 哎呀 孔真主一看 事到了 现在有什么 说什么的 我这位啊 既然你是他哥 我冒昧的 我你也叫一声哥 婚姻大事 不是开玩笑 你方才说的千知万确 掏心窝的说 我真愿意 一身相许 我愿意嫁给他 我们两个人 白头到老 口不应心 天诛地灭 好嘞 这还够个金国的英雄 我就算成这样 姑娘 既然你说这真情了 这个事我就拍板了 就这么定 我说兄弟 听见没听见 人家这么大个姑娘 红嘴白牙 对天蒙事 一身相许 你上哪找这好事去 提着他们愣 你也找不着啊 这事哥给你做主了 你就答应了吧 大哥 他这里不太复杂了 我知道 你先说愿意不愿意 然后再提旁的 当然他这事 我愿意了吧 还没等艳青说话 他包饭代帖了 转回身来 跟孔真珠说 姑娘啊 这事可就定下了啊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兄弟媳妇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你可能怀疑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怎么进来的 对不对 姑娘 你看 这人可真有两下子 能猜到我心里的事 正是 才实话跟你说了 姑娘啊 你要不是以身相许 愿意嫁给我兄弟 说什么 我也不能吐露 是情 记得水不凉山 你是凉山 对 一百三八将当中 古尚早 大将 十千 我这兄弟也不是祸了 祸了能有这么大能量吗 他乃是远近文明 武林之中的豪杰 叫浪子 艳青 哎哟 孔真珠倒退了两三步 连气都喘不上来了 闹着半天 在眼前的都是当事了不起的英雄 水不凉山的英雄好汉 难道 这是真的 看来 不是假的 那我哥 跟水不凉山的人解不开 他愁哥的 这都是我的仇人呢 糟糕糟糕 做梦 也没想到这事 十千发现了 姑娘 反悔了吧 要怕了 没关系 咱直葬开了个玩笑 好不好 这一篇咱先过去 不不 石头灵 我不是那些意思 我不明白 你们无缘无故 到酒区 竹林庄 所为何故啊 赢什么 到了我家了 嘿嘿嘿 这正是我要说的 姑娘啊 你哥哥 是不是那个庄主 苦量 苦先修 正是 咱就从他身上说起 姑娘 你别不爱听 我是个直径的 你由他桌上 你哥 太不是东西了 太不是玩意儿了 他冒名 摒启 宋江 抢了一个姑娘 这姑娘的名字 叫 马春枝啊 所以要逼着人家成亲 害得人家家破人亡啊 人家那老夫妻 是要死要活 说抢姑娘嘛 这是一回事 有能力 也报名 说你是孔亮 孔千秋啊 你可不应该 顶替宋江 宋朝领的名字 败坏 水不凉山的名声 适可人 逐不开人 为此 我们宋朝领一路之间 分兵派将 要寻找这贾宋江 就是你哥 我们就为此事来的 这回你听明白了吗 我们来 有两个目的 一 旧姑娘 马春枝 召集他一家团圆 二 行尸问罪 问你哥 为什么这么干 姑娘 这回你听听了吗 哎呦 姑娘 哭通就坐在鱼子上 半天没闯过这口气的 心中埋怨他哥 你怎么干这样的事情 我是一无所知啊 我听说你花钱买了个姑娘 叫马成枝 那半天 你起上来吧 你最不应该 并名冒记 装扮成宋江 你这不是无赖吗 你什么目的呢 除了你败坏的你的名声 没有第二种解释 你简直不是个人啊 姑娘的眼泪都要掉下来 实际根据经验判断 这是个好姑娘 有学性的人 得继续进攻 有道是画室开心锁嘛 姑娘啊 不必蛮过 你也不必害怕 好人就是好人 歹人就是歹人 现在咱是一家人了 我举个例子 不太恰的 你现在是水不良缠的儿子 媳妇嘛 是不是呢 你已经是厌情的人了 那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的话 刚才我说这两条过分吗 那姑娘 你打算怎么办 你要站到你哥的立场 你赶紧去教人 咱就到院里头 当场动手 把我们抓住 碎尸万段 算我们没能力 如果你真正要许配给艳京 你得像着我们 帮着我们 砸到这俩墓地上 何去何从 姑娘 你马上给我个答复 哎呀 这战主这心就开了国 怎么办 怎么办 那面是我亲哥 这面嘛 我刚一身相许 能出儿三儿吗 呼吸引大事 说着玩呢 不可能 我究竟向着哪头呢 最后下了决心 无论如何 得向着我未来的丈夫 我能向我哥吗 我能跟我哥过一辈子吗 再说我哥做那不是人的事 也就太多太多了 他何尝对我关心过 对我的婚姻大事 他不理不问呢 想着热 姑娘站起来 石头领 我决心已定 我帮你们做事 好嘞 我就猜到这一手了 嘿嘿嘿 艳京啊 你这媳妇算找对劲的 都说日夫妻百日恩啊 你们这还没完婚呢 我看这恩群 这很深很深的 嗯 姑娘 你怎么帮我们的忙 时间紧迫 你快点出主意 我想好了 我先帮着你们 把姑娘马春师救出来 对 我也这么想的 救人如救火呀 那时候姑娘啊 一旦有点闪失 有个三长两短 但是非死不可 怎么还能有脸活着呢 你们家的情况 你比任何人都熟 我们在这听你的心 怎么样 你速去速回 好了 我现在就提神 安诚交 以后 姑娘一个人认单事故 你给打下手帮帮忙 我说 帝妹啊 什么也怎么立即 交给帝妹了 这也是我宝贝徒弟 这孩子聪明盈利 给你做个助手 你还怎么样 好吧 随我来 妈的宝剑 带着安诚交 走了 十条为什么这么干 你还不明白吗 名义上助手 暗中皆知 他给姑娘变化 他们走了之后 燕青这才说 是的 开玩笑 你拿我抄转 水不凉山 跟这九区竹林庄的人 熟一伙不同颅 我们是仇小 我怎么能娶这媳妇 回到水不凉山 见着各位头领 我怎么解释 这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 我燕青呢 我一小伙叫浪子 燕青 什么事你不懂 什么事你不明白 你没看出来吗 这叫演戏 演戏 言下之意 这是欺骑这姑娘 说的多难听 怎么算欺骗呢 那要怎么解释 叫演戏 真里头有假 家里就有真理 我正跟你说 这姑娘我看现在不错 她真就帮着咱家忙了 她跟孔亮是两回事 黑 所以再别混为一谈 我看这姑娘长得也不错 人品也挺好 你就认认认真真地娶她做妻子 这就叫真的 说得假 如果这姑娘提借了咱们 再拍了咱们 咱就拿她耍着玩了 到了时候把她一卡 这不就完了呢 你干嘛那么认真 哎呀 这事不错吧 一旦姑娘真给咱们帮了忙 难道我就按 你就真得娶力做媳妇 这事摆在桌子面上 谁都得双手赞成 不见 再回到中纪堂 让大伙给评一评 看看我这么做 不是对还是不对 总之就 我正说着回来了 再看姑娘 背着个姑娘 甭问 肯定是背墙的 那马出之 等进了屋之后一看 果然不痒 这姑娘哭得成泪的呢 嗓子都舒哑了 十天和燕青就问 你叫崔智吗 是 哎呀 你是背墙的 我叫宋江墙的 还叫宋江墙的 他们委屈你们 那倒没有墙的之后 把我关进空房 叫两个婆子轮流着劝我 我说什么也不答应 就怎么样 他们打了我几巴掌 之后再没见着人 听说要强迫跟我完婚 对了 这茶就碰上了 春智 别哭了 给你抱个喜气 你爹娘都挺好 我们今儿晚上来 就是救你出龙潭虎穴 收集你一家人团圆 别哭了啊 现在就带着你走 春智一瓶这是真的 跪到楼板上磕醒头 之前把他掺服起来 那一想这下一步 这就怎么办呢 我说啊 珍珠啊 下一步 石头领 下一步我想了 就这姑娘荣言 劝我哥 负罪比较难了 他那个人顽固不化 不是三天两早晨 就能劝说再动 我的意思是说 先把姑娘救走 我也跟你们走 以后有的机会 再劝他也不吃 哎 石头领 这道挺高的 是怎么回事 一大堆人都在入窝子 办一样事 利索一样 先把春智救走 也是上策 好好好 就这么定了 你马上收拾东西 再说这苦珍珠 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发的发的 掉眼泪 嘴里嘟嘟囔囔 说什么呢 哥呀 我对不起你 你肯定骂你 你肯定骂你妹妹 背叛了你 我实出无奈 哥呀 你不是人 我不能跟你过一辈子 我选了这么多年 终于 选着我理想的对了 我 我怎么那么喜欢这个艳青 我们俩 做长久的夫妻 我一辈子得幸福 我能因为你 耽误我的青春吗 能因为你耽误我的 精神大事吗 绝对不可能 将来见得面 我再向你解释吧 姑娘当面完了 东西也收拾好了 把贴神的丫鬟 婆子叫进来 当中一宣布 全傻眼了 珍珠就说 我不勉强 愿意跟着我的 我欢迎 不愿意跟着我的 我有的是 金年财宝 你们拿着 散去吧 只是这几天 不要坏了我的事 咱这么说 有一半愿意跟着的 有一半不愿意跟着的 一律不勉强 不愿意跟着的 都分了不少的财宝和义务 他们掉着眼泪散去 姑娘听了听这点 桥楼上已经打过四斤天 时间紧迫 就得马上动身 因此收拾完了东西 在头前掩路 助人鱼冠下了秀楼 从后院转出去 出了后门 到了街上 别人都好办 这马充之不行 下得腿肚都转筋了 虽然他不扑了 但是浑身上 也能肉都跳了 胆小啊 这样再一回去 还能活得了吗 到了现在 也顾不了什么男女有别了 时间一边手 把苗顺叫过来 苗顺 个处也高 体格也广 说啊 你甭干别的 你背着这姑娘 我也是 背着 装什么英雄好汉呢 男女受受不欺 这是特殊情况 这叫救人 师父 您别生气 我背着不就得了 什么也甭管 有背人 他背着 这回可解脱了 甚至到 本东庄口 路上真有巡逻的卡子 提着灯机照 应该是姑娘 姑娘 应该还没学着 没有 这后边都是 后边都是我的朋友 少说废话 怎么 我还去检查 是是是 他当然不敢 不过 不过 他屁股散开 不要命的关系 谁敢拦他呀 都知道孔真珠 在这哥面前 说一波 瞪眼就在活人 因此 删得远远的 不过 看在眼里头 众人的心里 生气泥寸 谁呢 都是 都拿着家不吃 怎么背着姑娘去 那姑娘不是咱庄主 头几天抢来的吗 不是 姓马 叫马出之 对呀 怎么给他找走了 看哪 这里边有事 少说给压 民费也不敢张扬 就这样 过了数道卡子 到了东庄门 到东庄门这儿 有个小头目 过来给拦住了 什么 哇 哎呦 姑娘 你 你这啥 开门 少说这话 哎哎 他是不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庄主 有令 没有庄主 没有庄主 亲自 批示的 任何人 不准随便出入 所以这姑娘 你放你妈的屁 我哥批示的 多什么 我说他亲妹子 我 还得等 屁事吗 你什么 婚礼呢 是是是 姑娘 你别生气 上知下态 迫不得已 反正你们家的事 我给你们家 开门 既然姑娘 生气 那我开门就得了 哎哎 开门 哎好嘞 姿牙牙 放下吊桥 光荡荡 门开开 住人脉步 刚上了吊桥 后边有人喊一声 挡一挡 姑娘 你挡一挡 跟住一瓶 坏 坏 坏 住人 发脚 努力 登登登登登登 过得不要瞧 这一过得不要瞧 去发现 这回 小鸟出笼 周围不是 山就是树林 怕什么 但是 被人的也好 吃天 验清 住人也好 也是提醒 标胆 不知道 浩子 什么人喊 能走得了 走不了 还在两说 正在这时 发现身后 灯秋 火把 亮子 幽松 照顾 白叫一般 为首 一只小伙子 提着 斩马刀 挺 大个个子 撒脚 如飞 赶到门来 战书 一回首 告诉 十条 住人 走 你们来 甭管我 这姑娘 手批 宝剑 断后 等这时候 到了近前 孔真 终于还认得 这是当家的一个词 叫他 二愣 孔二愣 这孔二愣 最终于孔亮 不过 拿到书 当圣臣 他书的话 就是圣臣 方才 凭巡逻的 向他禀报 引起他的 一心 一月 非暴 庄主 一月 里面 追上 一看 完了一步 庄门开了 吊桥都放下来 把二愣 一个只多 以后 白夜的脸呢 他看得清清楚楚 有个小伙子 背个鲑鱼 有姑娘 正是背账的 马春之 他说 好 难道说 姑娘背叛了 九居 朱林庄 我可以找你 别人 过来 我可以找你 我可以找你 对你 我可以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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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感谢观看